Hello,大家好,我是蝴蝶姐姐 我今天早上来到了北京饭店里的一个私家的口腔诊所 带孩子来去堵牙 由于我的小孩不到三岁 我估计堵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一会儿大家就随我看一下这家吃客的服务怎么样 其实带两岁多的孩子去看牙纠结了好久 感觉更恐惧的是我,而不是他 记得上次堵牙撕心裂肺的哭闹让我担心和心疼 甚至想代替她的痛苦 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状态 为了让她能够舒适一些 认可花高价去私立诊所 因为有一生可以耐心的哄 至少会消除一些恐惧感 我妈把她带进准了水 她已经允许了这里耐心了 你好 好久不见了 又有一个洞 又有一个洞了 对 很好吃的啦 动画片海苔讲过时毛绿玩具绘本 能吼的基本都是了 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被屠宰的羔羊 从现在开始 没有 她像一个猴子不肯从我身上下来 此时的我腿都下软了 还硬撑着强大抱着安慰她 感觉时间过了能有半小时了 红肯定是没用了 决定狠狠心按着她硬来 她这种私心裂肺的教法迷路万无小喊停 但是现实情况是心疼与无奈 刚刚她把牙堵完了 然后现在在这个一个儿童区域里面玩得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让她镇定一会儿吧 镇定一会儿就会带她回家了 堵完后她又恢复了经济神 忘记刚才的恐惧状态 其实想想随着她的成长 她自己要面临很多障碍 如第一次幼儿园的分离 第一次读大学离开家 第一次出国等等 做父母的不可能一直给予保护 否则她永远不能长大 我很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光 永远陪伴她快乐成长 她的到来让我感受到了作为父母的责任担当 也教会了我成长 感谢收败胡的视频 下期见